这两项测试会告诉你 这款产品到底有多强 大家好,我是安峰 这期给大家分享一款产品 就是Pictor这款 4K毫米波无线HDMI扩展物 这款产品最高支持4K30N的画面传输 不需要APP,不需要网线 传输距离可以高达30米 它可以配合你的电脑或者手机 把画面投放到电视之类的显示设备上面 非常牛的一款产品 这期我会对它做一些测试 咱们先看一下外观 这款产品它是分发射器和接收器的 外观上面 接收器和发射器的前版面是完全相同的 内置矩阵式天线 下端有一个信号指示灯 显示设备连接的状态 发射器和接收器只有背面的接口是不同的 接收器的背面只有副一键 电源接口和HDMI接口 这个电源接口是需要5V供电的 同时电流至少要大于1A 这样才能可以更好的驱动接收器 不过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大部分的设备都能提供5V1A电量的水平 但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然后发射器的话 背面的接口就比较丰富了 有副一键 两个PD接口 两个USB3.0接口 和一个HDMI接口 PD接口最高支持100瓦的快充 副一键下面这个地方 看起来像是一个喇叭口 其实它不是喇叭 它是散热器的散热口 这样就能让发射器更好的散热 虽然没有喇叭 但这款产品是支持音视频同步传输的 整体来说 这款产品的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说这个公司在这款产品上确实下了功夫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接收器的这部分就直接插上电源 然后HDMI接口连接到显示设备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显示设备有USB接口的话 一般就可以直接把接收器的电源线连接到设备的USB口 比如电视 这样接收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发射器的话可以使用两种连接模式 第一种就是相对常规的HDMI线连接 跟接收器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常规的方法 适合大部分的常见 还有一种连接方式 如果你的设备是支持PD数据传输的话 那么就可以直接用一条PD线来解决连接和供电问题 举个例子 可以直接使用一条PD线连接发射器和新版的Mac电脑 这样设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同时在这个模式下 发射器还是一个扩展物 下面的USB3.0接口是可以相当于电脑接口的 可以在上面插入设备后 电脑可以直接识别和使用的 而且另一个PD接口是可以给其他设备充电或者数据传输的 这一点我觉得做的非常的不错 使用性增加不少 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 下面咱们来对这款产品做两项测试 这两项测试会告诉你这款产品到底有多强 第一项呢 咱们测试一下这款产品的传输延迟情况 我使用的方法就是用HDMI线连接我的Mac电脑和发射器 4K显示器连接接收器 接收器和发射器各自单独供电 这样设备的连接就完成了 屏幕采用镜像模式进行显示 下面我做这样的测试 咱们先播放一个4K影片看看 你能感觉到延迟吗 可以把你的感觉打在公屏上 我是感觉到了 真的有延迟 别急 继续往下看 咱们再做一个测试 打开一个秒表 然后开始计时 小组点后面有三位 这样就能测试到毫秒级别的误差 就能简单测试出来 这个设备的延迟情况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们把视频暂停 对比一下两个屏幕的显示时间 可以看出 大概有35毫秒左右的延迟 哎 这个不对啊 这个延迟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还声称零延迟 是不是有点过分 不过大家别着急 开始我用的是常规的HDMI线连接电脑和发射器 就是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咱们下面做一个对比测试就知道了 直接用HDMI线连接电脑和显示器 中间不用无线HDMI这个设备 看一下测试效果 看也是30毫秒左右的延时 这就证明 出现这个30毫秒延时的问题 并不是这款4K无线HDMI设备导致的 换句话说 这款设备在毫秒级别的测试中 就是没有延迟的 太恐怖了吧 如果小伙伴们用它玩游戏的话 应该很爽吧 第二项 咱们做一下传输距离的测试 来测试一下它画面传输的最远距离 这个咱们要去室外测试一下 我在外面找了一个小型主持场 长30米宽20米 我在主持场的左侧 放置设备的接收器和显示器 用来显示投屏效果 然后连接好发射器和电脑 让设备正常工作 可以正常的投屏 电脑播放一个4K的视频 然后直接把电脑和发射器 放到距离接收器25米的距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显示器是可以正常播放视频的画面的 说明目前连接正常 然后我们带着电脑和发射器往后退 扩大与接收器的距离 当到30米距离的时候 设备投屏仍然正常 然后继续拉开距离 最后我都已经到了足球场的门口了 连接踩钻脚 这里与接收器的距离大概在32米左右 确实够远 这个产品真的可以 有人可能把这款产品归类到 无线通屏器的阵营 不过我个人觉得 从上面两个测试结果的角度来看 不应该这么归类 因为现在大部分通屏器 所说的实时并不是无延迟 有的甚至明显能感觉到延迟 这款设备完全可以替代 有线HDMI延强线的存在 而且不用再整理线了 方便还比较实用 这款4K无线HDMI库展物 可以适用于很多场景 办公场景 游戏场景 拍摄场景 反正你能用到 有线HDMI线连接的场景 这款产品基本上都可以承认 当然我个人觉得 它更适合办公场景 对于办公需求 尤其是会议室的投屏方面需求 我觉得它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有了这款4K毫米锅 无线HDMI之后 你可以完全省去了 布线时间和成本 而且这款产品 逼格也是很高的嘛 变形性也很好 对于开会 需要切换不同电脑的情况来说 非常的实用 同时刚才也测试了 传输距离在30米左右 这个距离 大中小公司的一般会议室 应该都能完全覆盖了吧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 这款产品采用的是矩阵式天线 所以一般简单的信号阻挡 是不会使画面传输中断的 这样你设备的摆放 也不需要特别刻意的方向了 最后 这款产品也有需要说明的地方 比如手机通过它投屏的问题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不是所有的手机都可以通过它进行投屏 因为之前我也说了 这款设备叫无线HDMI扩展物 那么如果你有台手机 有线HDMI连接显示器 都无法显示画面的话 那么用Picture的这款产品 也是没办法实现的 这一点很重要 据我所知 小米手机的全系 不支持HDMI显示功能 这个我是为了伤心的 毕竟我也算是最早一批米粉了 以前小米手机是有的 最后被砍掉了 这个功能其实随着手机处理能力越来越高 玩法简直不要太好了 比如现在很多手机的桌面模式 其实是可以通过这款无线HDMI的连接 玩起来的 当然了 如果你对4K需求不大 但对无线HDMI传输有需求的话 那么Picture这个公司 也有一款支持1080p60帧的设备 功能上也差不多 但更小巧 可以让你来选择 价格上也更便宜一些 这期之后我争取一下在我可以官方抽奖的平台 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送一台1080p的那款投屏设备 就当我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吧 别忘了点赞关注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忙着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关注互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感谢支持 我是海峰 我们下期见 拜拜